三个中产党 沙田冲突后 林郑被逼出来开记者会 没有办法有些位置 我的朋友说 现在林郑是似什么呢 似遞了信 江湖传闻她有遞信 但被她传 如果你有看她对上的记者会 都似的 第一她的样子是斗败公鸡 有些网友也投诉 不要经常用港女去说 我们应该叫劣质港女 因为港女也有高质港女 她就有些劣质港女 就是我错了 那怎样呢 然后她就说 我错了我不做了 我遞了信 但是 她又什么都不做 感觉就是你遞了信 辞职 然后等到最后 但是中共又不让你立即走 那你便每天坐在公司 什么餐都不做 你现在看到香港政府的感觉 好像是无人隔壁 其实你想想 你如果是一个政府 你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林郑就是选择 什么都不做 那你就算看她的记者会 都完全没有任何意欲 去改善那个情况 所以我都很相信她真的遞了信 接着是不让她走 好像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 好像我们第一次发生 我已经说了 她一定是已经辞职 是什么的 不是别人说 是我们先说 所有人没说 就是我们先说 但是街道还有一个说法 她是无人隔壁 不管她是没有带得信 你应不认同无人隔壁 是的 就是说究竟是无人隔壁 她是什么都不管 还是已经被中联办 哪一个是接管了某些系统的东西 有很多人说 现在西环治港 就是靠警察去管治香港 我心想如果警察管治香港 就不会发生沙田这件事 是的 如果警察管治香港 你现在就应该将所有资源 或者甚至很简单 就是不让别人出来示威 哪些人示威 就立即拘捕 有多少人拘捕多少人 就不是她明显犯了一些冲突 你才去拘捕她 你当然发觉没有人在管治香港 这个才糟糕 没有中联版 有中联版一定会这样管治 你同意 我不同意 我觉得香港的人完全错了 是 那些人经常看中联版 是觉得她很重要 是 中联版从来她的权力没有超越过港府 是北京自港 是 怎会由中联版开始都说 我认为北京应该受权有些人去接管了香港 不 因为北京应该从来 这么多年来 这几届行政长官 梁振英、林郑祥 都说北京是直接控制的 或者他们三司也说 至少重大的事情就是直接控制 但北京不会控制到这么少的事情 他都是给一些很重大的指数 所以當你一個老闆直到管理時,大家下面都不理會 難道他講明警察要怎樣打,他只是講了原則 這就是一種幻想,香港人經常都覺得,現在共產黨已經安插了人在香港政府各個部門 每一次開會都有一些共產黨的顧問在旁邊,然後跟他們說你應該怎樣做 跟著那些特首、那些官員,那些警察就會跟隨這些指揮 我想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這個管治都很高失,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這個狀況先說,這個狀況就是也是完全錯的 應該這麼說,政府官員之中有很多是共產黨員 所以共產黨員不會站在一個共產黨員,然後教你去政府官員去做 而政府官員本身已經在共產黨,它是一個架構入面 所以這種狀況是不存在的,就是共產黨顧問 所以我聽到一些KOL說,剛才你所說的情況 已經是沒有了港人治港的了,已經是京官治港的了 或者是中聯辦治港的了,我也有一點點被勾頭的 因為從不同的途徑,其實我的理解是 其實北京現在都好像還在收封,了解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的信息跟我們香港見到,不要說北京去到這麼遠 只是主流傳媒,不是跟得很貼的年輕人 不是跟得很貼的事態發展 黃絲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黃絲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黃絲也不知道,可能有幾天至一個禮拜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黃絲也不知道,就是一個時間禮拜 黃絲也不知道,就是幾天至一個禮拜 黃絲也不知道,那共產黨只會更遠 黃絲也不知道,那共產黨是完全沒有時間禮拜 黃絲也不知道,因為完全掌握不了事情 沒有時間禮拜,他們掌握到事情才有時間禮拜 黃絲也有的,他們不是還停在幾年前的情緒嗎 黃絲也不是幾年前的情緒 黃絲也不是幾年前,他現在發現,原來你們的朋友 是一路回歸以來,一路騙著我的 就是整班人,是說二十幾年來,你都騙我 就是那個慶的地方是這裡 原來你們二十幾年都騙我 現在二十幾年來,你都差樓灘 不是呀,那你佔中的時候,你應該有警覺一次 起碼你佔中的時候,你都有個概念 現在問題就是佔中的概念,就用不到在這裡 如果這樣說,時間大概兩年左右 那個佔中的時候,他的概念已經是錯了 但是沒有錯,佔中的時候已經不准 但問題是不准,是到了這幾年之中,就嚴重擴大了 其實從來那些人都門上欺客 當然反而當初的時候,我覺得1967年了 1967年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那些現在真的完全吃黃量 完全吃黃量 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你以前只要知道 搞活運動那幾個頭子 就算你說去到梁天琦,這個黃港也是 你掌握了這幫人,你大概就知道運動發展的方向 你到今時今日,你是沒有辦法去從某一小撮人 去了解整個情侶,這個才是大事 他是整個民意,你掌握不到 你掌握到那些人,你掌握不到民意 就是說你掌握那些人 你掌握不到整個民意 as a whole 你掌握到那些人,你從來沒有掌握過 以前就是,你講得對 以前就是掌握了幾個人 至少那幾個人帶領,你沒有辦法 你可以控制到那幾個人就可以了 或者只要知道那幾個人的動作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因為太散了的時候 他就是民意掌握不到 從來就是你講過的狀況 所以他掌握了民意,他也知道自己掌握不到的時候 我真的不是覺得他會很主導這件事去做些什麼 即是他覺得,反正我都不掌握了 那就讓你林鄭先做 但你林鄭就不想做事 結果就擺到今時今日這樣的情況 不做事也是不做事 當然也不做事,但問題就是你不做事 但你又沒有拿著警察 結果就令到衝突,即是有些事情你會失控 當然,這個題目起初就是周遜所說的 不如我們說一下,如果你是特區政府 或者是共產黨,你會做些什麼 如果你覺得你是這些身在紀貴的人 你覺得你應該可以做到些什麼 應該什麼差都不做 除了給很多錢請你做顧問 對,除了很多錢請你做顧問 這樣會做什麼 這個狀況其實是說什麼都不做 你要什麼就給什麼,你要什麼給什麼 你要什麼給什麼,要什麼給什麼 你覺得現在的五大訴求實太濕碎了 你應該全部就馬上簽證給他 沒有所謂的,政改就是政改 總之我控制著行政長官 走回到831,走回到831 即是所有的都普算了 所有的都普算了 行政長官我控制著那個提名會議會 然後呢,我控制著提名會議會議會 控制著,我一定要我承認 即是我任命的,這兩樣東西 然後就任來,150個單程證就任你來 我發現150個單程證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現在來到梁天琦、郎冠聰等 那些是150個單程證過來的 其實你是輸入的革命分子 我只是控制著那幾十個 我控制著的專財 即是有幾個桌底的幾十個專財、優財計劃 有些人是可以黨員直接進來的 你控制著那些就可以了 然後就下一個人搞翻 因為其實150個單程證其實是不運的 因為香港人人口每年減少幾萬個 你很快的人口都會萎縮 你會自行的發言 你要什麼就給你 你自己任你搞什麼就搞 你都搞不到什麼出量 因為實際上真正控制香港的人 就是那些地產商 你要發現原來你們怎樣搞法 你的地都會越來越少 你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差 我給你搞你就會發現 因為真正控制到那個土地供應的 就是那些地產商 而那些地產商一直都 其實阿爺就是想搞定那些地產商 你不讓他們搞定 那時候你們自己做過 你就自己知道 這個講話我也聽過 其實在十幾二十年前都有人說 你不是給民主派、民主黨上去 一民主黨又不會不聽話 而他上了台你就知道 其實他根本不懂治理香港 對 到時搞到失敗了 你就會支持他 即是民主黨現在蔡英文 就剛剛好彩 那些人為什麼會這麼退棄民主黨 之前那些時候 就是因為民主黨上台 上台兩三年已經完版了 就等你搞 有什麼所謂 最緊要我控制著中主權 暫時來說 你都不會什麼 你搞了兩年 你自然會知道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一直覺得死劍無解決 就是安全係數的問題 即共產黨永遠都要有 99.9%的安全 才願意實行他的措施 問題就是 我們當然知道 你被民主黨上台 你就知道他一定會輸到 下一次 但我不可以讓你任何有機會 我不控制以外的人 去管治香港 我當然知道 如果我禁止了那些單程證 我就一樣可以控制到香港 但我就是不能夠落臉 如果你們吵完 我就取消單程證 我豈不是很沒臉 即是那種保持權威 確保香港一定是100% 可以由中共控制住 就是現在的死結論 我覺得做回運動多一點的事 譬如說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應該要做 但我亦都覺得 共產黨是不會阻止的 應該沒有太過關心 所以你反過來 我覺得這個真的代表了 香港有一國兩制 我共產黨 我一定會叫林鄭立刻撤回 因為根本沒有分別 我一定要求她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因為反正都是拘捕你的香港經濟 不是拘捕我的公安 但你什麼都不肯做 林鄭 證明香港真的有一國兩制 因為就是可以說 你共產黨叫我做什麼 我就是不做 其實我這樣說 如果你相比特赦 我寧願 相比特赦 我寧願大家全都拘捕 喂 但是他拘捕了百多人 喂 我百多人坐監 那裡十多人 或者三二十個警察坐監 喂 沒有吃虧 是不是 警察還有 你查得來 你可能被人拘捕了 就會走了 喂 逃犯條例說不到 現在那些人回到大陸 我逃犯條例 那些官員 有些官員最終要下台 可能都快要退休 你搞得來 都下個特首選舉 搞得來的時候 有空間給人去想 怎樣去查到我上身的時候 沒有什麼事 所以這些事情 你講回來的時候 我最重要是保住那個金蛋 和保住你 不會去獨立 總而言之 我講明獨立 你宣佈港代就拘捕 就不理三四十一 宣佈港代很少 就不理三四十一 然後 就任你亂搞 是啊 都是自己香港人自己做的事 是啊 終於又是新香港人 因為這樣說 因為現在港人治港 可以最後都變成新香港人治港 都是大陸出港 香港人 其實從來 香港是一個人口輸出國 就是輸出國來的 香港從來都有很多人移民的 大家不要在這裡說移民 那些 這麼多年來 這五十年來 六十年來 七十年來都是移民走的 而香港這麼多年來 那些人都在大陸輸入來的 你不可以違法 你只有一個方法 可以不給大陸人輸入來的 就是你給菲律賓人 南亞人 他們進入多些 如果不是這樣 你便不會有鬼人想來香港的 其實是 好 現在就到這裡